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6月8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今天是跑馬的 對於這個 大陸的事情我們很關心 所以跑馬我這段影片也沒有買 沒有跑也沒有看 真的太忙了 因為 大陸的局勢每天都變 信息患變 而且牽涉的人物越來越多 好 之前我們說過在軍紀會議上 有兩個人 被軍紀委 被捉了 一個就叫做 中韶軍 他是 中央軍委 辦公室 主任 辦公廳的主任 也等於秘書長 是習近平的其中一個大秘 他本身不是軍人來的 他本身是民官 後來習近平 賜他上教軍閒 2013年就賜他上教軍閒 突然換了一套軍裝 站在軍委會議 無故進入軍委 裏面 做一個 秘書 辦公廳裏面 這次被捉了 另外一個被捉的 叫做溫剛 這個名字 大家可能有點熟 因為原來溫家寶的父親也是叫做溫剛 不過那個就是1916年出生 這個就是50年之後出生 這個人 就是中國融通集團的董事長 這個融通集團其實就是一家軍工企業 溫剛 就是我們跟大家說為甚麼要說這個人 因為 他就是 在後面 最大的後台 叫做習遠平 習近平 一直以反貪做一個號召 吸引了很多支持者 但是 他也是自己 搞過很多腐敗 例如他有一個姐夫 一個妹夫 姐夫叫鄧家貴 妹夫叫吳龍 兩個都是做很大生意的 都是靠著他的關係 做很大生意的 其中 吳龍控制著華大基因 大家想想想 這兩年的疫情 他們是不是賺大錢 發大財 鄧家貴當然也是賺了很多很多的錢 但是 不要忘記這兩個都是外星人 他的弟弟 習遠平 當然不甘是虐 習遠平 跟溫剛走近 成為了他的靠山後台 所以 這次拉 連溫剛也也拉了 溫剛大家不要小看 他 一直以來這個中國融通 是很大的企業 基本上 總後總莊 即是總後勤部總莊被捕 生意全部被他接了 基本上是包辦了 他 做過北方化學工業總公司的副總經理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的 辦公廳主任 2003至2013年 他是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的副總經理黨組成員 13年至16年 那三年 是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的董事總經理黨組成員 然後16至18年 再升職 就是中國兵器工業集團的董事總經理黨組副書記 然後 再升一級 18年 他已經踏上了 習遠平 18年8月至19年1月 就當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黨組書記 然後 習遠平 就跟習近平 打龍通 將他扶持 成立了中國融通集團 他就當董事長 所以 這個關係 就告訴大家 習近平 在黨裏面 在軍裏面 如何受到別人的 覺得很眼紅 什麼生意都被你做夠了 你們想怎樣 詳細和大家說一下這個中國融通 究竟有什麼生意包了什麼 而這次 也是用這個疫情 法國爛財的藉口移動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跟大家說說Patreon 經常有很多網友說 投訴被人們突然出現 明明是訂閱了 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Patreon有很多的故障 之前也試過幾次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也只能靠他 所以大家如果被人突然出現 希望你們重新再回合 如果你們用手機聽 我們建議你用Apps 你裝Patreon的Apps 將來聽起來就會快很多 而且 登入了之後就會不會彈出來 也不用設定密碼 很方便 只是用你的Gmail帳號就行了 我們 繼續說回這家融通 1819年應該是這個時間左右 已經踏上了 消息就是他當時 已經踏上了習遠平 這隻大老虎 這隻最大的老虎 後面當然是習近平 透過習遠平的關係 他 在19年 就醞釀籌備這個中國融通 他們 做過甚麼呢 當時 全國都說 不可以禁止去拿 資金、企業資金、貸款、融資 去炒地、去買地 但是 這家中國融通 竟然 是 以地產作為頭號主業 因為當時央企有很多的退房令 大家想想 19年20年的時候 融通 橫空出世 竟然就說要大搞地產 融通 在央企之中排名第10 總磁產 僅次於國鐵集團 擁有房地產 農業 酒店 旅遊業 商業服務等 所有領域 這些牌照全部都有齊了 他們成立之初 首屆的領導班子有九個組成 其中有五個來自中央企業 分別是他們的董事長 中國兵器集團的董事長溫剛 城通控股集團董事長馬政武 中糧集團 副總裁馬建平 中國建築 3311 原副總裁邵繼光 中航工業 是 原總會 的 總會計師 李耀 李世宏是來自政府的 然後 之前擔任過國家旅遊港的副局長 國家文化和旅遊部的黨組成員 其中三個是來自軍隊的 溫剛一直以來 剛才說了 2003年已經在 中國兵器集團做很多職位 一直做到黨組書記 所以 由他 管理整個軍工產業 軍企應該說 因為軍工就不一樣 軍方仍然是中國兵器 以及北方工業 當然 華為也是軍工企業 然後 有很多央企經驗的 例如馬正武 他就是由之前搞物流的城通控股 做快遞 所以 他們都有 所以 融通成立的時候 溫剛就做組長 馬正武就做副組長 他們的經營業務包括了房地產 農業 酒店和旅遊 基本上 商業服務 甚麼都要做 有生意賺 有錢賺就要做了 你想想 他們就是 一堆企業就是中建 中糧 中化 中國化學 中航工業 航天工業都做了 每人都派一個人出來 就做 就做 接著 就搞文旅 旅遊報 之前旅遊報 有很多很多生意 好了 他們有幾個大的項目 地產 文旅 農業 最主要 這次出事的重點 當然 就是做核酸檢測 這個法國難財的問題 很多地方的核酸 也有他們的身影 然後疫苗也有侵一份 什麼好處他們也想做一筆 而且運輸物流 他們又要賺一份 我們會看到 大陸的軍隊腐敗是很嚴重 尤其是 主宰著採購 你想一下 一個採購負責買東西的買手 他人工不是很高 但是他所收的利益可以很大 他收的回佣 你想一下 他原來包辦了軍隊所有的後勤 所有的裝備 後勤 全部由他包辦了 這些生意 全部是獨家的 沒有競爭的 賺夠硬的 所以 每年為他賺了很多很多錢 中國一年的軍費多少錢 我想你按比例 他們一年賺一千幾百億 當然 這些錢 通常都落到習遠平的袋裏 有多少是給國家的 所以 這次 軍紀委動手 搞他們 我覺得 一定是下面的人忍了很久 所有的生意被你們集家做了 甚麼都被你化了 所以這次 引來的反撲是很大的 你口說要搞共產主義 實際 你們的產就進入了你們的袋裏 你的姐夫 你的妹夫也做了大生意 賺很多錢 然後你弟弟也要賺 你自己就不賺 你的全家都賺了 全家都賺了大錢 軍隊當然是不服了 所以現在 消息傳出來 這次 有元老帶隊 然後軍紀委的書記 就是 現在 張聲文上將 以前是杜金財 現在就是他做 老實說 這個 張聲文是陝西人 跟中紀委書記趙樂際 跟中紀委書記趙樂際 關係十分密切 據說他們也是沙包兄弟 但是 他真的是軍隊出身 是不是 一直以來 都是在軍隊裏面 工作的 之前就是 做過蘭州軍區政治部的 研習室 副主任 也做過政治部的辦公廳 正研室主任 也做過二炮部隊的政治部主任 也做過政委 接替孔凡信 做二炮的指揮學院政委 也做過某個基地的政委 政治部主任 然後 他就不斷升職 升到最後 進入了中紀委 做副書記 然後做中央軍委委員 以及軍紀委的書記 整個軍方裏面反復 做紀律檢查 全部都是他負責 當然跟趙樂際關係十分之好 大家都是 陝西人 這次可以說是軍隊的反撲 完完全全看不過眼他們兩兄弟 所作所為 大哥就找 中兆軍 擔任 負責政治方面的控制 一方面就做了所有的生意 別人反抬 很正常 這件事 我們覺得越來越看不到習近平 翻新的希望 當然他回不了身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不過你要認真要中共的 推行政治改革 其實我們也不是很大信心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按摩